来看到光是水产品受影响的产值超过60亿 那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最近一直被骂说他害无能了 然后昨天晚上他上节目的时候 他说如果做不好 对 农渔民没有照顾到 农渔民只要随时要我走 我就随时走 你打我陈吉仲就好 但是不能打台湾的农渔产品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王丹也出声了 他说其实这次的封杀 他分明是出于政治动机 代表中共已经提前介入了2024总统大选 那王丹说主要是因为 这次的地方选举结果 因为民进党大败 所以中共对于台湾民意的转变 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 所以采取了以伤逼政的做法 重出江湖 那看到这呢其实 就是那民党当然了 刚好啊抗中牌就顺势 民政言顺的打出来了 反正现在也无计可施嘛 只有抗中仇中才能呼隆过去啊 要不然他怎么对这些损失超过60亿的农渔民负责啊 开想啊 没有用啦 抗中牌没有用了啦 你现在到网络上各大论坛去看一下风向是什么 全部都臭干民进党说你们够了没有啊 腻不腻啊 王丹这种说法大概起码说了五年以上了 大概从2014年吧那不止五年大概七八年有了 从太阳花那个时期就开始不断的讲什么以伤逼政啦 然后呢介入中台湾大选啊各式各样的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主轴还发展出各种花式的说法 比如说这个什么弃作啦 然后呢这个禁止输入中国大陆啦 然后还有花式演变出什么中共同路人 中共共鸣者各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说法 民众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这种说法对民进党自己的核心支持者可能有效 但是一般民众根本就不能接受 了无新意嘛 每次都这样讲 你赢的时候也在介入 你输的时候也在介入 你赢的时候你就说哎呀这个中共要介入没有成功 你输的时候你就说哎呀中共又要介入 都是你在讲啊 你讲一讲去你也没有发展出什么新的说法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这件事情今天有用 很多时候你知道这几次的讨论 我觉得你知道网络上面的风向 其实其实蛮我觉得还蛮欣慰的 很多人比较比较像是比如说像加德这些 没有人被带风向 被带风向的极少数 亦美要带风向的也极少数 很多很多网友自动自发去找出 现在新闻介入的那几家通过 通过注册这个许可的那些厂家 比如说像卫一这家余松 人家把他的厂方全部都公布在网络上面 人家连欧盟的认证都通过了 当然通过中国大陆的 那请问一下他是交出了什么余松的秘密配方吗 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大家都已经明智已开了 现在风向不是那样吹的啦 单单好了啦好不好是收多少 是收多少应该是收不够吧 这么多年来都讲同一套 真的很丢脸耶 这个风向真的吹不动 大家会去找资料 看到之后就发现说那些通过的 实至名归啊 真的就是很值得通过啊 那没有通过的 很多资讯不透明的啊 就是像刚委员讲的啊 凤梨酥原来是冬瓜酥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不是不行 但是你恐怕就没有办法像别人那样子 就是不管是你在填写的时候 是不是不精心不用心 然后呢不认真 又或者是说你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想 抗中宝才拉不起来的啦 你就大概拉到像是陈始忠 跑去跟那些死忠宅讲说什么 那些五四三的那样子的群众 会吃你这一套 那至于陈吉仲 我觉得陈吉仲早就该下台了 他到现在真的是奇迹 他在任内唯一做了一件事 唯一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凡事提他爸爸 这个红豆怎么样啊 我爸以前种红豆了 这个又怎么样了 我爸以前种这个的 我爸以前用巴拉挂的 对就是不管讲这些 再讲这些 然后还记得吗 那时候莱猪到立法院去报告 那个孙昌昌还特别写了一段 说什么我们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小时候是养猪户 然后就想要吃一块牛排 什么什么之类的 写这些五四三的 就是陈吉仲从小看 鱼儿逆流 一逆流而上什么之类这样的故事 他就一方面就是跟你讲这些五四三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大量的花钱 大量的花钱去买那些东西来去化 买这东西来堵农民的嘴 农与民有生意的 农与民有生意的 赶快跟陈吉仲讲 陈吉仲会立刻下去 拿新台币塞住你们的嘴啊 这就是他这两年 这几年来做的事情啊 但是我觉得陈吉仲是真的该下台了 你看台湾又被禁了屎板鱼 又被禁了五载鱼 又被禁了很多这样的鱼类 未来有很多的鱼要吃啊 那陈吉仲他的能力恐怕是不足的 我建议谁去接农委会主委 谁 我建议陈明通啊 陈明通 陈明通逸于二十吃啊 陈明通会逸于九吃啊 对不对 真的是逸于多吃的专家 以后就陈明通当接农委会主委 就是好不好 按照草野员讲的 就去电影院门口 来来来 这边五载鱼逸于二十吃 来来那边石斑鱼逸于九吃啊 就不怕不够吃啊 好啦 不是只有鱼的问题嘛 就还有酒嘛 还有食品嘛 也都被禁嘛 好那这一波呢 就是立法委员陈玉珍 还有连江县 以及金门县长 当选人 其实是准县长啊 一起到这个对岸呢 去磋商这个小三通 还有关于这个 金酒被禁的事宜 好那关于酒被禁的部分 中方涉台官员认为 应该就是文件问题啦 文件补齐之后 没有理由不过啊 好那至于小三通 小三通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已经中断了三年 所以希望这次春节到了 是不是能够重启 但是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就说如果轻率的 不管疫情也不管中国人的抢药 随便就大开国门 造成了疫情破口 妨碍好不容易 近三年来的防疫成功 我们对国人的健康也不能交代 他说抢药 会来抢药 那会来抢药一来到我也是觉得说 这个话不能乱说 你是有凭据吗 那金门到底是有多少药 药说抢就抢 是不是 不会有别的限制吗 那没有想到今天呢 卫福部长薛瑞源继续加码 他说不一定是回来这个重启小山通 才会增加药物需求 现在也有可能开始搜刮药物 就寄过去了 我们密切注意当中 那网友已经整个你知道 炸锅了狂骂 说抢什么来台湾抢高端 还是抢哨把 不要笑死人了 卫福部长 这真的很好玩 如果他能抢过台湾的药品的话 那也是好事 你让这些药商赚一点钱 也增加台湾的这个收入 有什么不好呢 而且你如果讲那个药 是西药的话 我就不敢讲了 那如果西药 它在台湾买得到 在香港也买得到 在澳门也买得到 日本南韩它都买得到 为什么一定到台湾来收刮呢 第二个如果是重要 然后我请问你 我们的中药 几乎所有的来源 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那个原材料那里来了 如果人家买一点回去 那又会很过分吗 对不对 你就是你什么事都要你稳赚了 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卖 然后一年也可以赚你一千多亿美金 这样是不是最好 所以讲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那他说会造成防疫的破口 防疫 这样子 国门不都开了吗 对啊 我觉得很好玩 我还是不太了解 因为讲药 我们就讲药本身来讲嘛 你认为他们会抢购什么样的药嘛 对不对 你会抢购你什么样的药你讲嘛 如果说真的这个需求变得很大的话 我相信中国大陆政府 大概也会想办法直接从原产地 譬如像美国 还是哪里大批的进口进来 因为这样子品质才能够控制 第二个呢 他整个的这样一个采购来讲的话 对政府来讲的话 他比较能够有所控制一些事情 因为中国大陆什么地方 他们政府都想要扮演 很积极 主导这个角色嘛 所以他怎么会让你来台湾买药 买到让你台湾都没有药可以吃呢 所以你 苏文山我讲一句话说 民进党这我不是一直讲吗 台湾的疫情危险期已经过了嘛 因为前面抗疫非常成功嘛 所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嘛 所以你怎么会觉得说 你是遇见了 你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 认为台湾会有很严重的疫情 一天有十几二十万人 所以药都不够用 所以你讲这样的话 这样不是变得很矛盾吗 所以究竟台湾会不会有 大的疫情出现嘛 我认为也不会啦 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的黑素啦 现在每一天一两万人一两万人 一万多人一万多人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黑素 很多人是没有申报 我们都会知道周围有哪些人 他就觉得这个对他是一个小事情 他觉得不严重啊 随便吃点药就好了 有些年轻人他还以为他就是感冒而已 所以不见得那么严重 我认为台湾要很严重的疫情进来 说一天十几万人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陆要来买药 那你应该积极一点的态度 叫厂商们做好准备 政府来看要怎么协助你 我们好好来赚他一笔 赚大陆的钱 他们越严重 我们可以赚越多的钱 就你是用消极的那种失败者的 那种现代说人家会买药 买到都买走了 台湾没有药吃说台湾都会死一大堆 不会这样子的啦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台湾不是你唯一药品的来源 很多的药 你是从美国进来了 从别的国家进来 你台湾也不是原产地 人家如果真的要买药 大陆有这个需求 政府就是直接 中国大陆就直接 从那个国家买进来了 大批买进来了 所以讲这种话是 这个我听不懂 我今天一直在研究 孙昌讲这个话的逻辑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小三通 先从小三通开始讲起 然后小三通原本说 这个陈福海跟杨振武都说 有去问过邱泰山 邱泰山说这个选后应该可以掩拟 然后呢在春节期间应该是可以开放 对 结果后来看起来好像又生变了 孙昌的态度变得好像似乎是反对 然后总统府也变得很保守 也说是因为疫情还在评估 对那所以我们就假设 孙昌的理由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要准备要解封 所以他的新冠疫情可能会标出 标一波嘛 标一波起来 请问一下我们台湾我们在台湾确诊 我们是可以随便拿到抗病毒药物的吗 我们的高端疫苗吞很多 对我们不行啊 我也没拿到啊 马先会也没拿到 所以是不是 对他来抢常备药我不懂 对 抢常备药吗 抢普拿疼吗 抢普拿疼这种这种 就是要缓解症状的药物吗 那这种药物 如果有很多人来抢 很好啊 那你就多进口我们赚外汇啊 就多赚一点有什么不好呢 那处方药 那台湾铲的 普拿疼 那更好 那赚更多 那赚更多 有什么不好 那你说 那你说这个叫什么 处方药 抗病毒药物 连我们自己台湾人都拿不到 你还抢什么药 你还抢什么药 所以我就不懂 苏文昌到底是不懂不懂 一般民众 在你的统治之下 这三年来 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你还真的自以为觉得 三年来的防疫成果 是举世滔滔中的幸福之地吗 你真的不知道 这一个中华的国民 我就刚刚确诊吗 我是什么屁药 我都没有啊 都没有啊 自己买了 自己买了那个抗病毒药 不是抗病毒 就是买普拿疼 类似这样子的感冒药来吃 来缓解症状 那所以到底要来抢什么药 而且如果真的 你这个逻辑是通的话 那不是小三通的问题啊 知识体大啊 陈玉珍是不是昨天才坐飞机 从松山机场飞到大陆去 那你航点你就进了啊 你就进了啦 抢药怎么办 台商从厦门飞回来怎么办 那四个航点赶快中断啊 赶快关起来啊 抢药怎么办啊 这哪是小三通 这种小事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逻辑真的狗屁不通 到底在想什么 我真的不懂 可是现在因为总统府也说啊 就是说因为疫情还在评估 要不要重启 那指挥官王必胜呢 不是今天也去了金门 说要视察吗 好 那这个民党的立委 林俊宪她说我们可以观察 陈玉珍和金门马祖的 这个县长当选 他们去这一波去中国大陆 谈这个酒类解禁的部分 如果又因为后来可以出口了 那就更证明整件事情 彻头彻尾就是政治刁难 国民党是负责配合演戏的 对嘛 就是因为国民党跟中共唱贺嘛 所以叫中共说你先进 然后国民党去把它解开了以后 所以你看民进党不行嘛 大家来骂国民党 骂中共啊 这句不是很好吗 这不是林俊宪的逻辑吗 那林俊宪是谁 林俊宪就是民进党里面 最挺赖清德的立法委员嘛 所以表示赖清德也这样想 很好啊 你继续这样想啊 看大家会不会接受嘛 看网路上会不会接受 如果真的会接受的话 我为你鼓掌 你们有希望拿到2024赖总统 如果不会的话 林俊宪就是在害来清德 林俊宪就是在 故意挖个坑给来清德跳 至于民进党还讲说 哎呀 这个大陆疫情起来 不要你 大陆疫情起来 还比台湾好 目前在全世界排名 还在台湾的后面 因为疫情严重度台湾排在前面 我们今天多少 今天13号嘛 对不对 今天刚公布了 1万7千个人确诊 然后有12个人死亡 我们还依人口比例 依确诊比例 我们还在人口数的比例上面 遥遥领先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望尘莫及啊 追赶不到啊 对不对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像说我们现在 你是英文老师 我们现在考英文考试 对不对 然后这个朱凯翔 成绩是80分的那种英语水平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林毅芳凶 他是90分的水平 我只有50分的英语水平 我说老师不可以叫他做 跟我做在一起 因为他会抄我的英语考卷 他们两个又可 请他们两个离远一点 不是这个意思吗 今天最好笑了吗 人家疫情再怎么什么出来 现在还比你好 那你有几个国家比台湾差 你们都开放了吗 哪个国家 美国大陆美国 比台湾还惨啊 那你们不开放了吗 对不对 我们这波疫情不是 从桃园机场进来的 都是从美国来的吗 对不对 那你在讲什么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这些人 已经反中 仇中 抗中 到了发现说 越来相信的人越少 他们就越紧张 不要讲得更严重一点 不讲得更严重一点 人家不会相信 我只看过一种人 就是什么 就是上帝要让他疯狂了 他就开始真的开始疯狂了 所以从上到下 那种讲违背事实的话 通通讲出来了 其实说话对台湾不是坏事啊 因为不然国民党口才比人家差 讲不通啊 一定要靠民进党讲一些风话 讲一些鬼话 讲一些胡扯的话 林俊宪加油啊 苏貞昌加油 没有你们我们国民党 2024真的很难选 对不对 我们都要靠你 就像我们这次靠周一 靠陈时中 说有的没的 他们如果没有这样演戏的话 我们还选不上 对不对 好不容易有林俊宪这种咖 苏貞昌这种咖 所以当时这个苏貞昌 这个被蔡英文留任的时候 国民党很多骂他 我打电话给他 不要骂这种人留下来 用途太大 他是我们的帝号助选员 万事拜托 因为宝生大帝留下来 就是要他把民进党搞垮的 我们国民党欢迎来不及了 应该朱立人应该弄一个 会本党良多 委员宝生大帝已经过时了 现在最红的是玄天上帝 黄称国 那陈时中呢 陈时中我本来以为他没戏了 结果没想到他还是你知道 很难不成为大家的焦点 来看陈时中的败选检讨 其实真的是蛮精彩的 那请几下是去嘉义辅选嘛 他可能觉得还不错 蛮受欢迎的 那这一次是应这个 彰化这个现议员邀请 举办了一个粉丝见面会 那陈时中聊了很多 那其中一点呢就是他特别提到了两岸关系 他说有人担心大陆是否会把台湾海峡整个封锁 我认为是想太多了 他说今天一艘货柜船要进来 美军呢就派两艘巡洋舰跟着进来就好了 中国真的要把他集成不敢啦 你打死我也不相信 你说巡洋舰是不是 之前雷根号呢 雷根号拜托好不好 雷根号那个时候只护裴洛西吧是不是 走了之后雷根号离我们就越来越远 一去不复返了好不好 那我请教育方委员 陈时中这个是在讲给谁听啊 又讲给那些基本教育听是不是 如果中国大概是攻击我们的船 譬如说我们要从外面载天然气什么进来 他不攻击美国的军舰 那你觉得美国会去打中国大陆吗 所以这里没有太多假设了 第一个美国人究竟会不会真的替你复航 是 复进来 让你在港口卸的火他才走 雷根号委员 所以陈时中现在已经卸下了防疫指挥官 变成美军指挥官 对 他讲这种话 就是刚刚我们先这样讲 就是历史有时候可以拿来借进一下 当然每一场战争都是新的战争 都不一样 但是在823炮战的时候 当时我们要运捕 运捕我们这个金门 那美国第一间的有没有复航 有 可在离金门 本岛 山海里的地方 它就停下来了 叫我们自己去抢摊 对不对 叫我们自己去抢摊 所以整个823炮战的期间 中国大陆的船 中国大陆的炮没有打美国军舰 美国的军舰也没有进入中国大陆的炮的射程里面 大炮射程里面 所以他们是强果是这样处理的 你要记得那个时候 是美国已经拥有核子弹 而且很多美核子弹 中国大陆是一美都没有 我们讲是民国47年 1958年的事情 中国大陆还没有核子弹 所以美国就不愿意跟中国大陆交手了 因为他们已经交手了一次在韩战 所以你认为这次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美国军舰会不会复航 或许会复航 真的会复航到港口里面来吗 如果中国大陆只等你的军舰快要进港口的时候 他才攻击你的话 那你怎么办呢 因为美国如果 中国大陆没有攻击美国情况之下 美国主动攻击了中国大陆的军舰 或是攻打陆上的目标 那这个战争就爆发了 这个长战争就很可能不是传统战争 而是很可能就核子战争了 所以你看现在俄国 把乌克兰打成这个样子 没有任何道理 真的是侵略人家 美国送丹药送什么 因为容易 因为它不是一个岛 它从波兰就可以送一大堆东西进去了 可是美国有没有派一兵一卒 把乌克兰打这场仗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你要知道强国之间 到最好是要顾及到自己的安全利益 就是说它要用尽收的力量 避免跟另外一个 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打仗 所以为什么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想研发核子武器 包括台湾 如果不是美国拆掉我们的核子设施 我们早就拥有核子武器了 为什么北韩那么巧要搞核子弹 巴基斯坦那么巧要搞核子弹 伊朗也天天想搞 因为有了核子弹 就等于你买了一个救生服贴在你大门口 没有人敢来打你嘛 因为这一打的话就核子战争的开始嘛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想说 我们两岸包含战争 美国一定会来救 美国有答应过你 拜登说有讲过几次 我跟你讲 你认为口头讲的话都准吗 最后美国总统还是要看台湾关系法 这个才是真的最根本的法 这里面台湾关系法里面 我说过很多次 美国没有承诺 美国真的对台湾最大安全承诺就是卖武器 至于最相关那段话就是 当台湾遭受威胁 以及美国也因此遭受威胁的时候 就美国利益遭受威胁的时候 美国总统应立即通知国会 美国总统及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 共同选找适当的对策 这意味着就是要开会 就是要讨论 那美国军舰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到最后 一切还是要以国会通过的法 美国总统在上面签字的这个法 台湾关系法是最重要的依据 而不幸的是这个法律里面 并没有保证说美国一定要派兵来帮忙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智慧 我认为中华民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应该有这样一个政治智慧 去避免这样一场战争 好那战争呢 还有另外一场战争 在陈志忠的这个败选检讨里面 他的口中呢 就是认知作战这件事情 那他其中提到了这个数位中介法 他说数位中介法是对的事 但是这个法一出来 就被打成要钳制言论自由 导致民进党后来网络作战上 绑手绑脚 在这一次选举中对于认知作战的处理 完全失败 他提到了美国 美国呢也订定相关法律 他说我觉得这个数位中介法 名称要改一下 需要做更清楚的界定 可是阿忠啊已经改过名了耶 好不好 我们调出来之前呢 原名是数位通讯传播服务法 那后来就修正为数位中介服务法 那我也觉得很可怕 就是陈志忠认为说 问题只是在改名字而已 是不是 他到底怎么啦 可以帮我梳理一下 陈志忠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 开箱 我觉得刚刚一方委员 真的太认真去评论陈志忠 在讲那些干话了 他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竞选团队 没有在帮他披上一个 虚假的外衣之后 就回复那个干话王的本质了 我都还记得我们在几个月前 就来这边讲过说 陈志忠 只要陈志忠 李秉颖 周一寇 这些这个长青影法族们 聚在一起 就是一个在公园里面 配着威士忠下降起那种干话的水准 所以陈志忠去 他讲他对两岸关系的评价 他对海峡两岸 如果爆发战争之间的想象 不就是一个在公园里面 阿伯在干掉的那种水准吗 所以真的不用跟他认真 但是他对于数位中介法的看法 倒是真的蛮恐怖的 其实在选前的时候 数位中介法不是临时喊咖 那时候其实网路上面 没有任何人对民进党是放心的 就觉得民进党 只要没有让民进党再九合一大败 他一定会推 一定会推 可是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些 就有一些这个 比较有远见的乡民朋友们 就看出了说 其实民进党大败恐怕更恐怖 像我 就说 因为他们可能会真的觉得说 就是没有硬推下去 硬推下去 还有你们在那边叫什么的可能性吗 我现在早就把你们都给铲除了 中天还在网路上面跟我讲这些 跟我造反是不是 我早就把你们全部铲除了 什么直播组 什么自媒体管长 我就把你关掉啊 所以陈时中就完全把这种心态表露无遗啊 我觉得这才是他诊断里面最 就是其他的什么兵役问题 海峡两岸问题 他根本就是也不懂 然后也不知道讲什么 就是你知道 嘴巴不停在动 随便胡说八道一些东西 或是他自己心中的那些干话 把他讲出来 但数位中介法 如果不只是陈时中这样想 而是民进党里面大部分的朋友 在面临九合一大败之后 他心中唯一想要检讨的事情就是 党为什么没有在选前 把数位中介法推到底 现在就没有人在网路上面给我吹逆风了 如果是这个心态的话 那就真的很可怕 那所以好不好 陈时中就是把这种心态讲出来 又要说要改名 名字 其实我不知道名字是什么 那数位中介法你不满意 你不敢改名叫陈时中介法好了 就陈时中介法好不好 把你灌名好不好 你这么喜欢你就灌名 陈时中介法 不知道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重点是这个心态 是最可怕的 对 不过凯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 一起搭配着来看啊 也就是这个数位发展部 因为最近在忙什么呢 连周玉控都po文在讲说 现在认知作战渗透这么严重 数发部还在忙着网路点餐的平台 昨天这个唐凤就po出来说 这个大家可以透过数位发展部的 台湾云士级导路快一点line 点餐客户服务系统 让大家可以在线上直接下单付款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搞这个 凯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搞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搞这个 为什么我不能去订uber率 或者说什么 其实现在很多街头巷尾 像我们工作室附近的早餐店 你也可以用line点餐 你也可以用line点餐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 数位发展部 他在做什么 为人诟病的 就是他即便违反了很多组织 或是用人的这样的法规 然后211亿元的预算 然后去搞这个数位发展部 然后多元宇宙科 连唐凤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立法委员问 知识苏贞昌说 请问多元宇宙科 到底要重塑什么业务 然后苏贞昌还讲说 你是不是在考我 你是不是在凑我 什么之类的 因为他自己还恼羞成怒 然后一年要花600万的 600万的 房租 去租一个办公室 这样子的一个部门 然后他的 对 有这么多事情不管 他那边的文章下面 然后下面有非常多人在干稿 包括那个秋显志 讲说什么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那个 各资外泄 台湾一比 大比大比的各资外泄 你有去管吗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人 提出各种 各式各样治安的问题 包括像不在籍投票 你有没有要严理一下 或是说这个 什么电子投票 我们到底台湾 有没有考虑要推动 你都不做一些前瞻性的东西 你不但做这个民间已经在做 而且民间比你政府进步多了的东西 不晓得为什么要做 可是我觉得更妙的事情是什么 这篇图文 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呢 就是呢 就是它里面就是 好像就是故意做得有点复古 是一个影片的截图的方式 就唐凤呢 去了某一家这个 就是游库口面线 然后在那边 哇这个摇面线啊 煮面线啊 然后呢 跟大家一起享用啊 包装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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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第一个很不舒服的点是说 部长 你头发可不可以剪一剪啊 你那个帽子 你那个 你这样低着头又不戴口罩 然后呢 在那边笑兮兮的 你的口水都滴到面线里面 那个面线我是不吃的 我是不吃的 而且你那个头发那么长 照说 有从事过服务业 或是这样的食品制造业的 你知道那个头发是要卷起来的吧 放在帽子里面 结果你戴着个帽子 然后头发从上面垂下来 你以为你在拍古装剧吗 这也是完全不及格的 然后第三个事情是 这个行销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要 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底唐凤身边 是不是有一群人 真的活在多元宇宙 然后那个宇宙当中 是把唐凤奉为神明的 所以他就会在找一些 那个五倍剧的时候 拍出一个五告赞 五告赞 那个那样子的那个影片 对 还有五告赞 什么完全内容是 内容乏善可成 对对对 然后就只有五告赞 然后现在这个东西 要推交这个什么云士集 什么都没有要讲 就只有在卖唐凤 每一张照片里面 都有唐凤本人 在咬面线啊 在吃啊 然后在干嘛干嘛 我真的觉得很肉麻 很恶心耶 拜托 不要大内宣到自欺欺人 到自己都相信了 自己都相信唐凤是神 自己都相信他的天才 IT大臣 然后还乐此不疲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间点 在那个大内宣 最高峰的时候 也许真的很多民众 这样相信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拜托唐凤本人 还有你身边的人行刑 不要在这种方式 浪费公堂 跟恶心一般民众的眼睛 好吗 好了 那委员怎么看 委员刚刚一直在笑 不是啦 我觉得凯翔是民进党同路人 我现在流行叫共鸣者 共鸣者 民党共鸣者 我想有唐凤我们国民党才好学嘛 又来了 不是呢 我一生一世就以国民党的利益为重 现在思考 唐凤民进党把它吹嘘 事实上这个所谓的人造神话 早就破了啦 他不是说我疫情数位 你们有没有经验说随便到一个地方 我们拿起来扫QR Code的 有没有 现在台湾最多人最会在QR Code 人家问了你QR Code少了干什么 只有不是荒唐一大堆事情出来吗 被批评他讲谎话吗 他说我们这QR不要钱的 结果是吧 付钱给谁 电信商 对嘛 所以我是觉得 他的神话已经破了 然后这种咖 我跟你讲 在全世界各地 随便 扫把扫一扫的一堆 已经连到台积电上班都没资格了 简单讲是这种咖 我很瞧不起他 做不出东西来嘛 整个人吹牛嘛 做一些什么网路平台点赞 我建议这样好不好 我们台湾很喜欢用LINE嘛 对不对 LINE坦白讲 那个是日本人弄的东西 有时候不太好控制 然后这个Facebook的Messenger 也不好控制 那苏维中介法 你整个就控制什么PTT啦 台湾这些人 你这或者台湾的这些电视台 你能够控制YouTube吗 我都不相信 那美国爹爹 还有Facebook 美国爷爷爷 你怎么敢控制他 对不对 你不敢控制他 不要少吹牛的啦 我早就看穿这些人的把戏啦 那你这个也不敢 那个也不敢 这样好了啦 你就做LINE 不要做了 弄个circle 原的 我们不是一条线 circle 然后叫什么 全台湾老百姓 只能用circle 看你们做得到 那你就通通监管啦 比如说那个凯翔 三斤班内 跟我跟蔡主任在LINE 讲这些民进党坏话 你通通都可以知道了 不是吗 结果不是啊 他到底会把台湾的数位 带到哪里去啊 没有啊 台湾现在老百姓 最喜欢用的是什么 而且年轻人 最喜欢用什么TikTok 对不对 抖音 对不对 最喜欢用小红书 那你也弄个台湾的什么 小绿书给我们出来看吧 好不好 你弄不出来嘛 或是弄抖音 蔡依文的音 对对对对 对抗抖音 抖音占抖音 不是不是 音抖 音抖 对不对 不是很好吧 你又弄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走到这里的话 证明一件事情 民进党这气数已尽 每一个大臣 他讲的大臣 所以陈时中这些检讨 你也觉得他也在对兵役延长 还在研议很不满 陈时中讲了这话 我才恍然到 原来那个陈耀祥跟陈时中 应该对调 陈耀祥真的不适合当那个 什么传播什么 我一定不清楚那名字的 什么委会主委 NCC主委 NCC主委 你讲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 就在陈时中去做 对不对 看到什么玩什么游戏出来 那陈耀祥调来选台北市长 对不对 蔡英文的用人错误嘛 对嘛 用人错误 然后陈明同监 农委会主委 对呀 陈明同监 你们提一个比一个好 陈时中 很简单 他讲了哪一件事情 他哪一点他是因为他懂的 你弄清楚嘛 他有没有每天在用 世卫的东西 他懂了几个城市 你看他自己弄了 脸书都弄得里里里里里里 那还敢讲 那也不是他弄的吧 对不对 那不能更惨 那比方他不懂嘛 对 所以 他对兵役也有意见 他说延长这个国防部说还延役 他说最差的就是在研议中嘛 两方面的人都不满 感觉台湾战力不强 应该增强战力的也不满意 年轻人也不满意 什么时候要改啊 到底是要募兵还是增兵 那好嘛 陈时中先去报名 骂蔡英文嘛 报名曹兴城的黑熊学院表现 当黑熊部队指挥官给我们看嘛 看看能不能走天堂路嘛 对不对 如果可以的话 我跟谁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人 剩下全身死光光啊 脑袋也死了 就剩下那张嘴巴还会动 这很怪 你陈时中这个时候去 去发表这些有的没有干什么 不过陈时中接下来 会不会有机会入阁啊 他的政治路应该还没断吧 国防部长啊 不是已经在争取了吗 不是已经在争取了吗 研议中是最糟糕的 要嘛就要 要嘛就不要好不好 国防部长已经在争取了 你不要举个例子 陈时中可能不晓得 两艘巡洋舰 那巡洋舰有多大 他可能不晓得有多大 你问他那好巡洋舰是几盾啊 他分得清楚巡洋舰跟驱逐舰的区别吗 盾位是有什么差别吗 讲到这来可以 我本来刚才没有补充到 9596飞弹危机的时候 美国派了两艘航空母舰 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来 他并没有进入台湾海峡的部分 他离台湾一南一北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你认为他会复航你吗 如果以按照这个来看的话 这是真的有问题 而且我刚刚讲还没有讲 当时50年代有两次台海危机 5455是第一次台海危机 580才是823炮战 5455那场其实有个叫93炮战在金门 中共其实发射很多炮战 不是到823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发射了没有 两个美军的忠孝被打死 怎么样 美国也没怎么样 后来马恩九的时候 还把他们特别把他们整理一下 用黑色的大礼石 把他们这个墓碑 立墓碑来纪念他们这个样子 我照片还带了 后来到美国国防部 我带团去访问的时候 我还把照片带给他们看 就说你们为我们牺牲 我们没有忘掉你们就这样子 可是美军两名美军忠孝被打死 美国也没怎么样 对不对 他也没有说因此我就报复 就要攻打中国大陆 95、96年你的航空母舰来了 你并没有靠近台湾 你是一南一北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有航空母舰 他因为这样后来才发展航空母舰 下次你航空母舰再来 他航空母舰也出去 那你觉得呢 你认为他们两个会对打吗 我认为不会 双方都避免打仗 是我们自己两岸之间 可能就倒了一塌糊涂了 其实陈始忠的问题就是蔡英文的缩水 这也是民进党选输了台北市长 不是我陈始忠高端疫苗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防疫有什么问题 是世卫中介法不对 是兵役不延长 是国防部这里不对 哪一件事情是他做错了 没有 对 完全没有 现在民进党不是不敢检讨蔡英文吗 只敢检讨王世坚吗 只敢检讨高家瑜 可是为了现在选举 又把王世坚请去 农农需要你 对不对 所以我的名字是从上到下方腔走板 那老百姓怎么能接受你这种检讨方式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开启小铃铛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海黄鲍鱼干贝XO醬 它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鲜味供演到一炉进去 层面的蛋白质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蜡七